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L 今天这里有个圆弧 那这个是一个2比1 那这边对应到的是90度 所以这个弧是60度 这个弧是30度 那圆周角是这个弧的一半 所以这是15度 那这边是30度 那今天要求AVQP的面积 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起来 那这两条互相垂直 随着面积呢就等2分之1的AQ长 乘上VP长 那这个AQ长怎么表示呢 这段是R 那这个OP这段呢 刚好是30度 所以这边是3分之3R 那这个OQ长呢 我们要利用的是1575的三角形 所以这边是2减根号3的R 因此有了这个比例关系 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出来 AQ长是R加加上这边 等于3减根号3 好的R 那VP长这两段加起来 是3分之3加根号3的R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得到的是R平方 这边会是6分之9减3是6 乘上R平方 好 所以等于到R平方 因此这题的答案呢 就是7跟号3的平方 就是147 好 这题如果要解得快 关键就是要利用这个1575三角形的比例 就可以快速把子底解出来 拜拜 拜拜